我們來到台南最大的夜市 花園夜市 說到台灣最讓人驕傲 就是下午夜的小吃 但有時候小懶惰 不想出門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那我們歡迎本期的 豆奶奶 餵餵一品 麻辣臭豆腐麵 麻辣臭豆腐麵 麻辣臭豆腐君 就像一個有實力的職場新鮮人 更是女同事們 期盼已久的小鮮肉 而且全新的風味口感 保證讓你有Wow的感覺 泡麵一直是我們的 宵夜首選 但吃來繼續就是 那幾個口味很想來點新鮮的 最近有一個 讓我們驚豔到的新口味 就是 魏魏一品新推出的 麻辣臭豆腐麵 這款泡麵界新人 魏魏一品 麻辣臭豆腐麵 是市面上沒有的口味 它不但完美結合了 台灣國民美食 麻辣臭豆腐 極小之族常吃的泡麵 更真實還原了 香臭入魂的 麻辣臭豆腐的重口味 有麻辣臭豆腐塊 小肉塊 及豐富的蔬菜包 再搭配上 沒有吃過的新泡麵風味 並沒有任何時候 都想來上一碗 那我們歡迎豆腐君 感謝魏魏一品豆內內 那我們現在要帶著豆腐君 一起去吃花園夜市囉 GO 豆腐君 它有個泡麵背包耶 很大很多攤販耶 我們先來帶豆腐君同類相殺 我們來吃經典酵素臭豆腐 我們點的是小份的 7塊是70 它的外型很不一樣 它炸到非常脆的感覺 然後胡椒鹽灑很多 它是不是整個很酥脆 裡面還要保有它的水分 它有點像鹽酥雞版的臭豆腐 很爽耶 你覺得怎麼樣 吃一塊啊 你吃一塊 甚至夾不到 好啦 讓它吃 讓它吃啦 涼了嗎 你看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這是狠菜 冠冠露出 難得驚豔的表情耶 它好像在吃鹹酥雞喔 對不對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 這個椒鹽 撒得很夠力 對 然後很爽 你有聽到那炸的聲音嗎 有 剛剛在炸的時候 比比寶寶那油很活力 對 這個我很喜歡耶 它太特別了 加上它又好吃 所以我覺得 我會記得它 它在台南甚至有店面囉 有店面 這家我蠻灰的喔 但是口腔粘膜 脆弱的要小心 感覺吃完隔天 就開始臭了 因為有些人嘴巴會怕很硬的東西 對啊 這個 有點難刮 謝謝 不知道接什麼 我們幫我回一下 我們本來有自己一系列名單 然後他就說 這間香酥蔥油餅很厲害 大學都吃這間喔 我們來給他一次機會試試看 看來還吃很多喔 勁霸香酥蔥油餅 Cheers 來看Hana推薦的好不好吃喔 它很不像蔥油餅 我第一次吃到這樣蔥油餅 切一小片一小片 然後炸得很豐鬆 Hana是推薦美粉 所以它吃起來比較像甜點 可是裡面也有一點蔥 它有點類似那種 港式酥皮的那一種 嗯 其實有點快到千層的感覺耶 嗯 是酥的嗎 酥的 很豐鬆 這個當點酥我覺得還蠻開心的啊 嗯 就是外面酥酸 然後裡面去吃的 還蠻好吃的耶 給大家看它的剖面 是說很像千層酥 真的耶 可是我覺得 它叫蔥油餅 它好像沒什麼蔥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像在吃就是甜點 就不像鹹的 蔥味不錯 蔥多一點我覺得它有蠻讚的啊 我們現在在排拔絲地瓜 因為好像有東東 明辰跟阿嬤 但是就在地人比較多人推薦阿嬤 我們就來猜猜看好不好 現在大排長龍耶 還很長 我們已經排20分鐘耶 沒有那麼多 呵呵呵 我們剛剛在介紹地瓜球排 對 嗯嗯嗯 來了 陳家阿嬤 拔絲地瓜 這樣子一份 一百元 綜合的 我覺得它最棒的是 因為它有四種 然後你只要點大份的話 你說我想要 芋頭跟地瓜 它就給你兩個 你想要三個它就給你大份 四個就這樣子一個綜合 這樣很讚耶 很划算很大份耶 而且我看到一個 讓我非常心動的是 拔絲地瓜 先鑒定地瓜 好讚 我喜歡 我以後的很好吃 就是 它這盤有脆脆的 你看 我幹嘛 冠冠很想吃吃看芋頭耶 芋頭很香耶 嗯 它咬開中間的芋頭很香 而且其實蠻搭的 你看它外面的甜粉 那芋頭的甜粉會更不濃 而且芋頭好明密喔 最後都已經炸過海哥 包一層湯 呵呵呵 薯條好好吃喔 好好吃 太子了耶 嗯 我很好開心 薯條好好吃喔 我給你整盒薯條 冠冠雖然沒什麼版 但是它緊接著擦 第二個就代表它 擦去三次了 代表它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是 它糖就把它包住 它本來不容易 斷掉啊 喔對 你好聰明喔 不愧是高材生 我就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那就是保留那薯條很脆 很開心的那種口感 嗯 什麼 你給他想什麼 它很彈耶 就是空心的那一種 對 它裡面好結實喔 它實心的 大家瘋狂搶食 要用嗎 很好吃 阿嬤很好吃 一定要很虧 阿嬤的芋頭很好吃 阿嬤的薯條最好吃 阿嬤的薯條最好吃 阿嬤的地瓜最好吃 對 我喜歡阿嬤的薯條 結果反而地瓜還好 下一間是結 其餘黑輪 有吃過啊 我記得以前是十塊 忘了太久遠了 欸它這邊有蛋耶 有它剛好在包啊 你沒看到嗎 沒有 雞的蛋 而且剛剛老闆跟我們說 要加醬油跟芥末 芥末 它其實就是炸魚漿啦 然後中間有包蛋 開運雞排 我之前不是吃開運 就是吃桶大 對 哪間好吃 我個人比較偏愛開運 我也是開運耶 欸它有五股雞腿排跟雞排 我好像沒有買到五股雞腿排過 每次都賣完就是這樣 每次都賣完 重合的是梅子加檸檬 它先炸 然後再整隻餃那個醬之後再去烤 我覺得它皮有點厚 我覺得它變厚了 然後整個吃起來很粉的 我覺得之前肉質比較Q彈 比較大塊 它叫炭烤雞排 可是我沒有吃到炭烤那個 炭烤那個烤肉的香味 因為我之前吃過炭烤雞排 那炭烤味會有 一點那種烤肉膠香 薰味的感覺 這個我還好 那看看還有什麼好吃的 吃吧 吃吧那椰奶看起來很好喝耶 吃過沙沙亞嗎 真正的沙沙亞 沒有 一罐的小時候不對喝 它那椰奶 它很還原耶 真的嗎 它就是那一杯的味道你喝 它就是那個罐裝飲料的味道耶 我覺得大家逛一逛 想要解膩一下 我覺得沒喝 像芋頭西米的味道 有一點點 我覺得路人會覺得我們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要穿這樣 逛一件西裝 所以小鑑哥很愛吃了拉薩麵 但是他必須兩個人吃一碗 我們有點吃不下 太大分了 下一件是大香腸腸 幹嘛 大腸香腸啦 不好意思 我現在發現沒有 好像都加上三輪車耶 剛剛為什麼沒有人糾正我 你說大大香腸嗎 大香腸腸 剛我們在排的時候 我們就聞到很濃的九層塔香 它就那個九層塔跟著在香腸一起 它是用油嗎 對 煎還炸 因為它油蠻多 它在那個鐵鍋上面這樣炒 就很像煎那個 油煎 油煎 很好吃耶 可以自己加配料 嗯 算嗎 小黃瓜子我隨你加耶 我看過有人把料加到就是整個東西都蓋住 這樣是有點不好的 哈哈哈哈 這是蕭太阿姨啊 我覺得它的米腸 好Q齁 它是黏牙的米腸 它嘗嘗因為那個大腸香味很重 那香腸呢 香腸呢 香腸肉香味很重 很好吃耶 因為有時候米腸跟香腸一起烤 米腸就會整個脆掉 哦 這是真的米腸配烤的香腸 就兩種口味的感覺 九層塔好香喔 難怪它聲音很好耶 很好 很好吃喔 這間是什麼 二師兄 很多耶 拌豆什麼的 特級主廚的競賽 哈哈哈哈 特級廚師啦 講錯 特級主廚 一直講錯 買了米血豆干 雞心雞屁股 各位 它是燙的 它是後面現炒的 它熱騰騰的 剛剛看它它上色很漂亮 嗯 我來吃吃看它豆干 它口味是偏甜的 嗯 它是有點中藥跟那冰糖的那種味道 對 很香 然後再加上它是熱熱的 我覺得很開心耶 嗯 而且大家看它滷到 它其實有點快接近中間 對 它滿進去的喔 是爆漿豆干嗎 不太算 它越嚼越香 對 啊 你覺得有點燙 我覺得它的外觀就合格 對 它看起來就是濕濕爛爛那種 我愛的米香 嗯 麻油 對 好香 嗯 嗯 好喜歡很軟爛 而且是Q的 會不會刮嘴巴嗎 軟的不會 會不會刮嘴巴我們要給誰鑑定呢 喜愛身體健康的毛骨 好軟喔 好香酥沒有負擔 沒有 軟都不行 非常的軟蛋 它裡面還有放漿耶 好大喔 它好好吃 這漿很好吃 我真的很推 你看它的上色多美 金黃色 很漂亮 是金黃色嗎 是焦糖色吧 嗯 而且它的雞皮骨 是在嘴裡化開啟的 就連裡面的軟骨一起了 是很嫩的嗎 這很嫩的嗎 上一次蘭花芸樂師是大學的時候 大育吧 十幾年前 大育大概是十八十九歲啊 那已經 十四十五年前 一輪了 好吃 下一間 贊品排骨酥 一定要吃它的五骨肉條 它的味道很像孔雀香酥脆耶 它的味道很像孔雀香酥脆耶 而且它這個豆卡汁喔 甜甜的 它就是那個味道 它禮拜有在大冬夜的時候 都拍超強 那也會去大冬夜市 嗯 這很好吃耶 很帥耶 我之前都買一份一百元的 自己一直慢慢吃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它那個炸的那麵衣 對 就是酥酥脆脆的 然後甜中帶鹹 而且我剛剛看 它油過油 是乾淨的 是金黃色的 它剛剛不跟我們聊天 好吃啊 謝謝 下一間是董家麻薯冰 花生人麻薯冰 六十元 我很嚴格喔 印尼夏夜市也間我很喜歡 冠冠去買了第三杯手搖飲 然後我們剛剛就給它用環保吸管 你自己說 我把它當垃圾 不會掉 這樣環保嗎 你瞬間不環保了 它麻薯好軟綿喔 吸管又不見還敢吃 我比較喜歡你 花生比較可惜的是 它花生比較像那個 愛茶味那種罐頭花生 它不是那種燉到爛爛那種花生 我本來期待是軟爛花生 牛逼糖葫蘆 是剛剛在地的內蜂蜜推薦 我跟你講 今天大概有十組吧 不誇張 真的不誇張 我以為是花園夜市的市長 整個delay我們的行程 欸好誇張 真的沒有這樣子 小憲哥說 是罐罐說的 沒有說 我就說內內真的很好吃 買給你吃 他說一定要冰棍加蜂蜜 對 這個可以吃嗎 糯米籽吧 糯米籽喔 你看它的學問喔 很好吃啊 真的喔 好好吃喔 我吃看看 來這裡可以吃 好像在吃草嘛 好像草蜜嘛 好可愛喔 欸你很像欸 是冷凍水果然後淋蜂蜜嗎 對應該是喔 我要吃小番茄 你又不吃小番茄 喔對我不吃小番茄 我要吃小番茄 什麼意思 鴨子會掉 根本沒動到 它不下來 它是冰的 又是冰的 好醜 好醜 好酷 牛逼 牛逼 靠北啊 我覺得滿牙才還沒摳下來 我覺得這剛買可以當兇器欸 冷凍水果大蜂蜜很香欸 冰凍糖葫蘆的感覺 喔外面有一層糖衣 然後又淋上蜂蜜 雖然算是小罪惡欸 然後不應自己說 水果是不是本身就很甜 因為加上這些是超甜的 台灣的水果就是樹上的甜點 歐洲人不知道水果怎麼種的 超難吃的 好酸喔 跟冠場吃彈也有種 可是它溫了我再吃 太燙也不行 太冰也不行 太冰也不行 太硬也不行喔 你是溫室裡的農夫嗎 他是 好好笑喔 很好笑喔 我覺得它其實水果本身就好吃欸 就是算是還不錯的水果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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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口 有這麼誇張 有這麼冰嗎 那你有品嘗到味道嗎 很冰 很冰 很誇張 很誇張 你是鹽哪一食物小姐 我是先生 馬上變你了 農夫你評價一下這水果如何 它就口感都不太一樣 下一間是馬薯 叔叔 麻糬一張七個是五十 好小喔 很精緻耶 它口味很多 對 還有一堆在那邊現包現弄 怎麼辦台南的麻糬都沒有得到念念的心耶 因為 我覺得它太可以想像了 它裡面的奶酥 就是後面吐司的奶酥味 然後外面就是麻糬 可是麻糬也沒有說到 特別怎麼樣 就很像外面盒裝那一種 比較有可以想像吧 它巧克力外面是苦的 它裡面有巧克力醬 我咬咬看剖面給大家看 忘記有包巧克力醬 有好像三顆十塊這種差不多 因為它大小其實蠻瘦整 我今天帶它回家啦 你們說可怕不可怕 可怕超可怕 我來花園夜市 它是衝來找罐罐 推不動啊 推不動啊 這是什麼 豬豬車 我們剛剛想說 好想喝泰奶 它賣完了 要好喝嗎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是愛瑪斯推薦的 慈名烤豬 我想一整隻烤豬 賣到剩下這麼一點點 等一下 這是尾巴嗎 是耶 愛瑪斯推薦的脆皮烤豬 我們當然是要為冠冠献詞喔 愛瑪斯的愛 吃起來 好吃就吃愛瑪斯一下 剛剛老闆在吃的時候 那叉叉叉的聲音超明顯 嗯 喔 也很脆耶 豬本身的肉香 會很出來 配上臭嘴洋蔥 很爽 大家聽得當成ASM好不好 它皮弄到脆之餘啊 它中間的肉 不會說乾柴或是不嫩 其實肉還是滿嫩多汁的 是油香的 這是國民阿嬤推薦的蚵仔煎 蚵仔煎 蚵仔煎 哇 燙燙燙 怎麼樣怎麼樣 那裡面是我喜歡的屁口感 屁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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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仔煎跟豆芽菜 對 這豆芽菜口感很不錯耶 同時可以吃到很滑嫩的 邊邊可以吃到脆脆的口感 但我覺得 稍微可惜的是它 可是它稍微偏小偏少一點 你想要大顆一點的話會滿爽的 下一間是玉米杯杯 還有印度拉茶 這是愛馬斯基坡的沙茶口味 烤玉米 欸 它就是沙茶味道耶 有點燙燙燙的感覺 我們來吃吃看 很像湯匙在挖燙燙燙燙的感覺 嗯 就是烤玉米 就是烤玉米的味道 其實滿還原的耶 對啊 講直白一點它其實就是辣的沙茶 通常烤玉米會用糯玉米 然後這個是甜玉米 所以口味就比較沒有那麼有口感 它是比較濕溫的 是這個玉米會卡牙縫嗎 嗯 它其實比較偏一米罐頭的一種 嗯 進入拉茶 這什麼情況 除了拍照還要給我視訊 你很紅耶 嗨 好美食 走 據縣人的消息呢 他們說 現在雞排要吃 童大跟這個 美食家族 童大現在要吃的是 米血跟甜不辣 好 縣人說那個 童大是米血跟甜不辣 縣人是誰 哈哈 大家自己去聯想 你看我們點的是墨西哥口味 哈哈 什麼意思 它看起來就皮就薄很多耶 嗯 中間的雞排還蠻多吃的耶 對 我蠻喜歡它調味是 它那個起司粉跟辣 但還蠻香的 現在今天試吃的叫什麼 它這什麼名字耶 它叫什麼名字 印度人的香料煎餅 這個皮皮好Q喔 嗯 它越嚼越小彈的那種 而且香蕉也是蠻新鮮的 它雖然甜 可是咬到香蕉 它香蕉是微酸的香蕉 它有兩種口味的感覺 而且它裡面有起司耶 所以它有淡淡的奶香味 它有芝士 所以口味其實還蠻豐富的 欸 所以這樣也很好吃耶 會一片借一片 還蠻開心的 一個人六顆氣球 但有八顆杯掉 八顆氣球 你怎麼了 哈哈哈哈 來囉 直接開始 第一局是Hana選手先出場 她選粉紅色的七號喔 好 Hana 加油 不要那麼習慣 差一個 差一個 差一個而已 等一下 冷靜 冷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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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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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朋友 欸 對啊 兩分 六號 你射六號 你們快點認真 不要在意你的聲音 哇 可以的可以的 喔 喔 為什麼一片雙球 要補回去嗎 哈哈 大家去算啦 看你們要不要算 啊 算了算了算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欸 哇 老闆很會算耶 莫斯先 姨媽先 五號 五號 不行 好美喔 哈哈 不要吵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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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怎麼辦 我要瘋了 啊 啊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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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當益狀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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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緊張 等一下 你會笑是什麼 叫我 沒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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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沒有笑 你不開笑 小聲一點啦 為什麼你要生氣 什麼事 超危險的 太瘋了 生氣了 好 不要生氣了 怎麼出去 怎麼怎麼喝 叫屁啦 你比他哪一吵 你會墊底啊 我不用玩了啊 內內定罪 處理一點 處理你好 你不要一直叫他 不准 沒有沒有 好醜喔 三顆 他臉好臭喔 最後一集是小憲哥 小憲哥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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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很厲害 恭喜 付錢 我還要付錢 付錢 我設備標蠻厲害的 你還要玩設計球 我剛剛一直在找設計球 好賤喔 那我們來快問快答 今天最喜歡吃什麼 我先問這個 我 地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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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台灣最喜歡地瓜球 我也是喜歡地瓜球 我喜歡薯條 好啦 那我講第二個 第二個我喜歡臭豆腐 臭豆腐 這什麼啦 到時候再發洗鐵給大家 更去拍媽媽的 孕婦寫贈 我用米月裡 我用米月裡 我要吃油飯 我也要吃油飯 婚禮行餅我要用高飯吃的 很大耶 好油吃太飽了 我們今天要帶公共回我家 拜拜 拜拜 不可能一回來就睡著吧 我現在回到住宿的地方 但是一旦晚上肚子太餓 但是這時候已經太晚了 店家又已經打烊了 該怎麼辦呢 沒問題 就衝去福建的廚商買了 麻辣臭豆腐麵 那我們再次感謝 未未一瓶的豆奶奶 讓懶惰的貪吃寶貝我呢 不用出門 就可以在家裡快快樂樂 享受香噴噴的麻辣臭豆腐麵 可以自己加配酸菜啊 鴨血啊 煮成麻辣臭豆腐鍋 趕快各大豆腐都有在賣 大家趕快去買起來 然後繼續吃了 晚安 大家好 安